两位白衣少女在台上 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跳跃 翻滚 展现高难度动作 其中这位少女是来自高雄的江仪珍 她和日本队友在美国GenFest舞蹈大赛上 击败各国敌手 夺下Junior爵士双人组冠军 他们都很有气势我就会有一点压力 因为我的表现力没有很好 尽管对手气势非凡 但十三岁的江仪珍也不简单 不但七连霸国内有洋体操冠军 征战国内外赛事 第一次登上美国大舞台 就拿下冠军 从小就在喜欢唱跟跳舞 最小的时候是妈妈逼得去的 然后压筋都压得很痛 然后都哭了 哭了以后就不肯去跳舞蹈了 然后我不想让她放弃她 走舞蹈这条路就拐她去跳体操 从小就筋骨很硬的江仪珍 每次拉筋都会哭 但为了实现梦想 在妈妈和同为国标舞选手的 哥哥大气下 她从体操选手跨界舞蹈比赛 这次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小小年纪就成了台湾之光 记者林正彦高雄报道